接下来就一个问题 就刚刚所讲的 很多病人跟我讲 听到化疗他就觉得 我可以不要做化疗 我可以直接做 标靶就好了 我不要掉头发 我可以我质很多 麻烦你 你说多少多少 我就是不要打化疗 可不可以这样做 可不可以做 的确有人这样做 这样实验 这是一个 就刚刚讲的 泰瑞加 内外加工内的 内外加工 就是赫癌瓶加泰瑞加的一个实验 当然他这是一个小型实验 是第二期的实验 他是怎么用呢 就是赫癌瓶加泰瑞加 那假如是荷尔蒙阳性的病人 他又加上抗荷尔蒙的药 其他都不打化了 他中了12周 效果如何 他可以达到 百分之二十八百分之 的病理旋律 也不错 将近百分之三十 你注意看 假如是你是 你假如是 对不起 假如是你是荷尔蒙性 甚至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 没有做任何化疗 只吃标靶药 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 而且三个月 十二周 十二周 所以做这个实验的人就很兴奋 那我打 再做个多做个 三个月 会不会效果比较好一点 的确 在前年 他就把这个治疗 延伸为六个月 六个月 结果如何呢 我们注意看 这是三个月的 平均27 六个月多少 二十八 没有差 多吃了三个月的双标靶 没有差 不过我们从里面去看 发现 有个东西有差 红色是什么 荷尔蒙阳性的 荷尔蒙阳性可以从 百分之二十一 升到百分之三十三 也就是你假如你是 所谓的三阳性 荷尔蒙阳性 荷尔蒙阳性的病人 你用这个东西 吃半年的确 可以达到 将超过三成 将近三成 超过三成 三分之一的人 可以达到病女全反应 也就是当然病女 真的很辛苦 或者是肿瘤很小 或者是你真的不适合 做化疗 可以考虑用这样的方式 那刚刚我介绍过 就是刚刚那个 所谓的赫癌瓶跟赫基朵 它有一个实验分组 是用直打双标靶的 我们看到效果如何 百分之十六 同样的 我们看这个地方 对于荷尔 就是荷尔蒙阴性的 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 也就是我只打双标靶 还是可以达病情 不过 我们一般还是建议 假如能够体力承受得了 还是用双标靶加化疗 效果 因为刚刚都到 接近百分之五十 还是有差的 除非你真的不适合打化疗